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而玄学的尽头是地理 地理能有多奇葩 有人戏称 一切没有田里的东西 都统成为地理 就比如曾经的全国医卷 文宗考过这样一道神奇的地理题 说有一条公路 左右两侧的绿花袋里种的树 各不相同 请问造成这种地理景观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开始一本正经的考虑 光照强弱 大气环流 纬度差异时 你就输了 因为正确的答案居然是 两侧的行政区划不同 萝卜白菜 两地领导 各有所爱 大家好 我是原在 这道题还是全国正经考试的地理题 都已经离谱出了天际 那么可想而知 各种日常学习资料上的地理 得是何等程度的花式高能 比如问你不好好学习 整天打游戏时 家长会说 准备着以后喝西北风吧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能是东南风 这种题该怎么回答 是先端正学习态度不打游戏呢 还是要先改变风向呢 都不是 答案是要对大自然的力量有所敬畏 因为东南风湿润温暖 而里内的西北风 则更能让你领悟人间疾苦 其实说实话 领悟人间疾苦这事 根本用不着西北风出面 一道地理玄学题 足以轻松打出十倍暴击 有人曾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地理期末题 问陕北地区为什么大量种植红枣 原载作为老闪 心想这题简直对我来说就是送分 红枣是出了名的耐汉 抗寒 耐严谨 答案当然是适应能力强呗 结果正确的答案是 红色喜庆当地人喜欢 好家伙 这题出的也未免太不唯物主义了吧 有时候地理题做的多了 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离谱 而是根本没谱 其中最登峰造极的一道地理题当数 在北京时间春分下午六点整 干警小李抬头三十八度角 仰望夜空的北极星 然后带队冲进了一个犯罪窝点 请问被抓的人说了句什么话 A 诺迪克神娜 B 丢雷老谋 C 农享走萨 D 阿西巴 拜托 犯罪分子说什么关我什么事 关地理什么事 确定这是地理题 不是脑筋机转弯吗 令人震惊的是 这的确是一道纯地理 其解析思路包含了人文地理 叠加自然地理的双重buff 初题思路也是开启了用心良苦 和拘心剖测的双重光环 首先 罪犯在抓捕现场惊慌失措 报方言粗口是人类的本能 因此 ABCD分别对应了陕西广东上海 朝鲜族的日常问候语 在根据北极星杨角等于维度 这一高中地理知识 即可排除掉BC两个明显的错误选项 又因为干警可以在春分日下午六点整 抬头看星星 可知小李此时所在地是黑夜 故排除地理偏西 太阳落山略持的三秦大地 最终答案 阿喜吧 这惊天地气鬼神的答案 与其说是逻辑必还 不如说是对智商的宝级 离谱的地理题在网上 更是随手就能搜出一大堆 有人被要求从地理的角度 简析下 丁真为什么能这么帅 还有人被灵魂拷问 玛雅文明未解之谜的地理真相 有人怎么也想不通 黄土高坡的乡当们 头戴白毛巾 竟是出于节省洗发水的环保考虑 地理是个谜 达则能考全年级的第一 穷则班里排倒数的成绩 毫无天理可言 此课程的神奇之处 从文理分科的分叉路口 就开始显现 明明大部分内容都是自然科学 可被分给了文科去读 导致有的人因为喜欢地理 而盲目选择了理科 结果地理没学到 却遭受化学物理生物 长达两年的持续暴击 而有的人高中 机智地选择了文科 而有幸学到了地理 结果上大学时发现 地理类的专业 压根不收文课生 而哭到眼瞎 被关于最变态学科 不讲天理的人间玄学 地理到底是如何一步步 被贴上了这些奇幻的标签 要回答这个问题 恐怕还是要回到 地理这个概念本身 从知识的层面来看 地理无疑是一门体系完备 逻辑自洽的严谨学科 和变态玄学这些词 而毫不相关 能让不少人 特别是考生直呼害怕的原因 无非是各种 人文地理题目的自由度偏大 想象空间太多 将过于刁钻和奇葩的 反常规概念作为答题点 才导致鬼畜感十足 但这背后却隐含着 地理最迷人的魅力 那就是它所带来的 无可比拟的认知宽度 从自然地理的大气 水文 地形 土壤 生物 到人文地理的人口 城市 农业 工业 交通等等 都是它想要告诉你的精彩 这门看似被不少网友 喷得体无完肤的奇葩科目 却是当代教育 在文理分科背景下 最精妙的设计 没有之一 虽然不知道 这种设计出于什么人之手 也不知道这样的设计 是否是有意而为之 但如果真的有 这样一个人存在的话 我一定要感谢他 因为正是因为 这门地理科的存在 文科和理科 才没有被彻底的对立起来 而在某种层面 形成了呼应和互动 说实话 文科 理科 分科这件事 我个人并不喜欢 固然这种教育模式 在共和国工业化的 隆隆进程中 立下过不朽之功 但于个人而言 却是一种 营养不良色的经历 人为设定了知识的边界 将自然之美 和人文魅力阻隔开来 导致后来 在大学里念功课的时候 我得在图书馆里 读好多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 才得以平衡 甚至有时候回头去想 如果当初 只被允许选一门课来读 那我一定会 毫不犹豫地选地理 因为这看似只是一门课 却仿佛是整个世界的入口 对物理感兴趣的话 这里有天体运动 对生物感兴趣的话 这里有土壤岩石 和生物的演变 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话 它可以延伸到地缘政治学 对历史迷来说 这里还可以有 历史地理学 军事地理学 我们关心这个人类的世界 而人类的舞台 就是整个自然 地理这门课 就是既研究了脚下的地球 和天上的星球 又操心着 被夹在中间的人类 就像伟大的小说里 格局的学科也难以区分 它是理科还是文科 地理被吐槽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 将它迷人的一面 公之于众了 这里有陆地 海洋 气象 大千世界里的各种知识 如果说读万卷书 和行万里路 能合二为一 那也一定是在你 读地理书的时候 最后 原载也给各位 推荐一套地理科普书 这本写给孩子的 环球地理 是一本集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于一体的知识大餐 将地球上最精彩的 美丽和震撼 尽收眼底 全书以自然地理为主线 穿插了各种 有趣的人文地理知识 六册共计 三百余幅全彩色插图 将世界上绝美的地理 和最浪漫的人文风采 捧在手中 开启一段奇幻的 好奇心之旅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下方 或者主页橱窗 看到这本书 我是原载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见